19號深夜花蓮市中福路上一間飯店發生了歐錦事件 原來是一名男子他喝酒之後和朋友發生口角 心情不好裸著上身就到大廳來閒逛 擔心會影響到其他的住客 飯店人員上前勸說無效只好報警求援 警方到場之後卻換來一頓辱罵 甚至遭挥拳攻擊 最後只好將男子壓制上銬 全案依妨害公務罪移送花蓮地檢署正辦 先生你先坐著好不好 你等我一下嘛 你要繼續罵我是不是 光著上身辱罵圓警 這名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三更半夜在飯店大廳不斷喧嘩 看到警察不但沒收斂 還不斷對警方爆出口 竟然直接攻擊圓警 你不敢講嗎 你不敢講喔 不然你又又會怎麼樣 19號深夜花蓮分局接過通報 辭區那一間飯店大廳有名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光著上身不停吵鬧喧嘩 圓警到場男子先是對警方飆出口接著竟然動手攻擊圓警 警方接獲報案後前往勸導 不料男子酒後情緒失控 突然出拳攻擊代班所長 同仁健壯立即強勢逮捕該男子 遭攻擊所長頸部挫傷 經送醫治療後所幸病無大礙 對 很怕 很對了齁 你現在射權妨害公務 然後你攻擊我們同事 被逮的蘇姓男子來自台東 晚上在房間跟朋友喝酒 不料發生爭執大吵一架 情緒激動的蘇姓男子離開房間 跑到飯店大廳吵鬧喧嘩 圓警到場後引爆衝突 全案徵訊後依妨害公務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許利勤 華麗寶藏